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我是許楓岩 我從小住的地方是三層的豆干座 我們家來的兄弟姊妹總共有五個 加上爸爸 媽媽 子爺爺 我們一家八口人就擠在一間史萊平大的 狹小老舊的公屋裡 那我們全家大小呢 就仰賴著我的父親 他一個人踩著三輪車 沿街交賣臭豆腐 一碗一碗的幫我們養大 其實從小看著父母親 他們這麼樣的辛苦工作 燃燒他們的生命 也只能夠幫我們養大 所以從小我立即成為一個律師 因為我想要賺很多很多的錢 來改善我們的家庭生活 讓我們父母親可以過上好的日子 這是我從小非常明確的一個人生目標 經過很多年的努力啊 我順利的跑到當年的全國第一志願 也就是台大法理系 在進入台大法理系救助的過程當中 我正一步一步的邁向我自己的人生目標 但不幸的是 我的父親就在我大三的時候 遺患了火腔癌 我記得當時醫生跟我說 我父親遺患的是舌癌 是莫及 依正常情況的話 大概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衝動 我算了算 一年多的時間 也就代表我只有一次考慮一次的機會 也代表著我只有一次的機會向我父親證明 他這輩子沒有擺火 他辛苦了一輩子 努力的是在陪我 這孩子可以出人頭裡 雖然當時我知道 硬件跑到律師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為了我的父親 為了我們家 我一定要做到 經過了一整年 一年多的努力 我日以接的念書 我真的做到 我在當年的大學畢業 應屆考到了律師證照 但 就在我拿到律師證的那一天下午 我記得是下午四點半 我的大姐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她跟我說 爸爸人在台大醫院的急診室 狀況很不好 當我趕到台大醫院急診室 我看到我的父親 慘弱的身體躺在冰箱上 醫生把我拉到旁邊 告訴我說 父親的狀況很不好 有可能今天晚上就會離開我 要我做好心理準備 當時 我拿著我的律師證 走向了病床前 把律師證給我父親看 我父親把玩著我手上的那張律師證 他笑了笑 但因為他是口腔癌的病患 他並沒有辦法用講話去表達他的想法 他將他的想法寫在一個白板上 他寫了兩個字 他說很好 當時我用很平靜的口吻 告訴我父親說 醫生說你的狀況很不好 可能今天晚上會腫 我問我父親說 如果狀況很緊急的時候 你願意插管提救嗎 我到目前為止 都還印象非常深刻 我父親在白板上寫上四個字 他說自然就好 我接著問我父親說 是不是有什麼後事要交代我 我的父親告訴我 他在白板上一樣寫上四個字 他寫的 孝孫媽媽 或許你們會很好奇的 覺得為什麼可以這麼平靜的 與我父親談論死亡這個問題 其實當年我父親躺在病床上的那一瞬間 他已經經歷過兩次舌癌的手術 一次咽喉癌的手術 加上兩次肺癌轉移的手術 還有左邊肩膀的淋巴癌的去除手術 經歷過這麼多的手術 其實他已經開到人不像了 他活著幾乎沒有任何存在 我們為什麼對於死亡會感到恐懼 是因為那是一種畏之 人們對於畏之的面對會感到恐懼 可是當你活著的時候 你所面對的痛苦 已經遠大於恐懼的時候 我相信你會跟我父親一樣的有勇氣 平靜的面對死亡 因為這時候的死亡對你來說是一種解脫 與父親結束了短暫談話之後 我簽架了放棄機就同意說 我的父親就在親眼看到我的御師證的那一個晚上 平靜的離開了我 平靜的離開了我 並是在台下醫院 當我父親離開我的時候 雖然我感到很傷心 但我並沒有失望 也沒有絕望 因為沒有了爸爸 我還有媽媽 而且我已經考到律師 我有能力賺很多的錢 來照顧我的媽媽 但不幸的是 我的母親就在父親喪禮辦完後 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 在一次力氣性的檢查當中 不幸診斷出罹患的被陷阱 我記得當我知道檢查報告結果的時候 那天我在律師事務所寫撞子 我電腦前面的螢幕 我覺得字體逐漸模糊 我沒有哭 只是不斷的流淚 我記得那一天 我騎摩托車回家 騎了一個多小時都回不了家 因為我在馬路旁 看著紅燈變成綠燈 看著綠燈變成紅燈 我用完了所有詞彙咒罵老天 我問他為什麼 但我沒有得到任何答案 直到我回到家門口的那一瞬間 我告訴我自己 再爛了牌 也得打下去 這就是人生 我必須堅強 我也必須有勇氣 我要有信心 因為我是這個家 現在唯一的支柱 更是我母親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在面對母親的癌症治療 我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題 因為我們家的舊家的環境非常不好 是一個將近40年的老房子 而且連電梯都沒有的老舊公園 我當時非常非常的自責 因為它不是一個好的養病的環境 我覺得身為一個兒子 竟然連母親生病的時候 我都沒有辦法 讓他有一個很好的養病環境 當時的我非常的自責 於是我對自己發了一個誓 我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在我母親往生之前 住到一間像樣的房子 可以安享晚年 但是因為肺腺癌的死亡速度非常的快速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跪在關聖帝君的面前 我拜託他 給我多一點點時間 讓我的母親 可以多火一點點的時間 我跟關聖帝君講說 這已經是我最後 最卑微的捨求 當時以我是一個受過律師的薪水 六萬多塊錢 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買到一間房子 我沒有選擇 我不可能打安全牌 我必須賭一打 於是我創立 我離職創立了法語律師事務所 當年我23歲 一個23歲的菜鳥律師 創立的律師事務所 是不可能有任何案件 因為沒有人會把案件交給菜鳥律師 所以在開始開律師事務所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於是我白天不斷的想辦法拓展案件 我的晚上跟假日 我就全部用來當補習班的老師 這個過程所面對的壓力 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想像的 因為我眼睛一張開 每個月事務所的開支就是不斷的燒錢 但是我相信 只有爆炸性的壓力 才會有爆炸性的進步 我也因為這個爆炸性的壓力 讓我得到很大的緊張 我在我26歲的時候 逐漸在律師界 我的名氣掌握了頭角 在補教業 我的名氣也不斷的提升 加上貴人的提拔 我真的創造了奇蹟 我在我26歲 買下了我的真正的地洞房子 我完成了我的誓言 而且我也讓我母親 在他往生之前 可以住到一間像樣的房子 我永遠記得 當年我們從舊家搬到新家的那天早上 豆干措的所有的親朋好友 跟街坊鄰居 都出來恭喜我的母親 他告訴我媽媽說 恭喜你有一個很棒的兒子 一個孝順的兒子 一個成才的兒子 接下來你要對付錢 你可以安享晚年的 當天我的母親 她笑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開心 她的笑容 我到目前為止 能深深的烙雲在我的大腦裡 因為她的笑容 彷彿告訴我 她從來沒有生過病 我在那一瞬間 領悟了這個道理 朋友給朋友最好的禮物是機會 父母給子女最好的禮物是榜樣 而子女給父母最好的禮物是榮樣 我終於想懂 我的母親 並不是因為可以住到一間很大的房子 而感到開心 而是因為這個孩子帶給了她的榮耀 這個孩子讓她感到驕傲 這個孩子讓她知道 她辛苦了一輩子沒有白費 這孩子終於出人頭皮 當我們搬到新家以後 我的事業已經逐漸站上軌道 我天真的以為 只要我繼續賺錢 提供我母親最好的治療 給她最好的藥物 我的媽媽將一直活在我的眼前 但幸福流逝的速度 往往比我們想像的快上太多太多 我的母親就在搬到新家後 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她的病情急轉直下 多次進出醫院 情況不見好轉 我記得在一次的半夜 我的母親上來上廁所 摔了一大叫 我扶我母親回她的房間室 我的媽媽淡淡的告訴我一句話說 要跟你搬這個東西 其實是很痛苦 當時我聽到我母親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心裡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我知道我的母親是一個無比堅強的女性 她從小到大只看我母親掉過兩次眼淚 第一次是我的哥哥發生意外 她的屍體從海邊撈起來的時候 第二次就是我父親往生的時候 我的母親接受過無數次的手術電療以及化療 我從來沒有聽過她抱怨任何的痛苦 但今天她告訴我她很痛苦 我知道她正面對了一個非常大的責難 我當時非常清楚知道我的母親不怕死 她只怕看不見我 我非常猶豫是否讓我母親接受安寧治療 直到我姐姐給我看了這段話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所謂物女母子一場 只不過意味著你和她的緣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見行見遠 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看著她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而且她用背影無謀告訴你 無比追 我在這一刻 終於相信緣分終究有她的盡頭 我從小到大 從來不對命運低頭 但在此刻我學會了對命運前輩 我讓我母親接受了安寧治療 而我母親就在接受安寧治療 兩個多星期之後 平靜地離開了我 病逝在台南醫院 在母親往生之後 我的事業更上了軌道 許多的媒體跟報當雜誌 採訪我的創業故事 許多人羨慕了我的財富及成就 殊不知 此刻的我 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刻 我從小到大努力賺錢 努力讀書的目標 並不是為了個人的享樂 我希望改善家裡的經濟環境 讓我的父母親過上好的生活 但在此刻我的父親和母親都已經離開了我 我頓時失去了所有人生的目標 我一瞬間不知道為何而戰 我非常嚴肅問我自己 如果我的生命像我父母一樣短暫的話 我該用什麼樣的成就來衡量我的女生 我的爸爸媽媽都只活了五十幾歲 而我現在已經三十幾歲了 我將用什麼樣的成就來衡量我的女生 當有一天我不在的時候 我將在我的墓碑上寫下什麼樣的文字 來形容我的女生 真的是開一間很大的律師事務所嗎 我後來發現 在死亡的面前 一切事物的本質都將顯現 你會瞬間的發現 內心深處你最想要的 到底是什麼 經過了很長時間思考 我發現我想成為會作家 因為我相信思維可以正向影響人的一生 改變人的命運 如果可以透過文字傳遞我的思維 去影響無數的人 改變無數人的命運 我認為這是一個多麼性感的人生 可是當這個想念出現在我大腦裡面的時候 我是非常衝突的 因為那跟我的律師工作沒有那麼關係 律師的工作帶給我非常好的物質生活 以及令人呈現的社會意味 成為一位作家 我相信99%的人都會餓死 我相信只要你頭腦清楚 99%的人都會選擇當一個律師 所以我三個作家 但我就是那本人之一 我從小只要任何想念 我一定要把握住行動 我可以接受失敗 但我不能接受沒有嘗試的後悔 於是我動手撰寫了我第一本著作 就是年輕不打安全拍 這本書呢 敘述我從小帶來許許多多的故事 而這本書讓我感到意外是 他獲得了非常大的迴響 他讓我的名氣逐漸打開 而且有許多學校邀請我去演講 當時我的工作非常非常的繁忙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無法拒絕學校對我的邀請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這個遠見雜誌與朝陽科大 合辦了一場座談會中 我第一次不是被律師稱呼 他不是介紹我是許豐宜律師 而是稱呼我為作家許豐宜先生 在那一瞬間聽到作家許豐宜的時候 我彷彿身上被電流電過一樣 那種感覺很奇妙 我終於在那一瞬間 想通過賈博士先生所說的這句話 他說只有愛你所做的 你才能成就偉大的事 如果你沒有找到自己所愛的 繼續找別停下來 就像所有與你內心有關的事情 當你找到的時候 你會知道我想我已經知道了 我想成為一位作家 我終於想懂為什麼年輕部長安全牌是我的助女座 所以我卻可以獲得這麼大的迴響 原來我的文字具有正向影響力的天賦 我終於想懂為什麼我工作在幫忙 仍然無法拒絕學校的演講邀約 原來這是我熱愛的事情 當天賦與熱情結合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天命所在 我終於知道我想做什麼 當我知道我的天命所在之後 我做了一個人生到目前為止 最重大的一個決定 我決定不再承接任何訴訟環境 當我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所有人都覺得太冒險 這個風險已經太大了吧 但我認為 人生最大的風險就是你不敢冒險 年輕人不要試圖追求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來自你對自己的信心 是你每個階段性目標的實現 是你內心深處對自己命運的把控 你永遠最大的對手是你自己 你人生最大的風險永遠是你的心 我認為一個真正強大的人 不是擁有許多的財富、權位或者是學歷 而是擁有一顆強大的心 心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 我從小面臨許許多多的磨難及挑戰 當我一貫一貫的克服 當我達到我所設定的每一個人生目標的時候 我所獲得的不是財富及成就 而是一顆強大的心 因為這顆強大的心 讓我相信我所做的決定錯不了 因為這顆強大的心 讓我相信我選擇的人生道路錯不了 因為這顆強大的心 讓我相信我選擇作家之路錯不了 我的第二本著作即將在明年三月登場 它代表著我正式的踏山而作家之路 我想我已經很清楚的知道 有一天當我不在時 我將在我的墓碑上寫下什麼樣的文字 來形容我的一生 許豐源的一生 奮鬥及思維 正向影響了無數的人 改變了無數的命運 我是作家許豐源 謝謝大家